参与公益回馈社会 需要等到长大以后或者赚钱以后吗 有一群大学生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只要有能力 就应该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偏乡做疫诊 美法科的学生就环岛疫检 还有叫外籍移工看护学中文的 在这场由车商举办的公益梦想家活动 全台各地的大学生总动员 深入台湾需要温暖的角落 燃烧热情 奉献所学 黑箱很重喔 小薰 医疗器材一箱一箱搬上船 每一箱都寄托一个健康的心愿 这群台北医学大学的学生 前进医疗资源最欠缺的离岛 奉献所学 你好 现在有人在哪里 还是有 你好 我台北医学大学生 我们今天来这些活动中心 我们有那个疫诊 对啊 这一趟到澎湖 医学系的准医师 药师 护理师 营养师 组成热血医疗队伍 一共深入二十几个村落 巡回疫诊 家庭访试 并且传递正确的胃脚知识 明明是青春正好的暑假 学生们却愿意放掉玩乐 到偏乡关怀老弱 这样的心意 也获得公益梦想家决赛第一名的肯定 第一名 台北医学大学 风信澎湖医疗 技术社会服务队 恭喜台北医学大学 恭喜恭喜你们超强的第一名 很多很多偏乡的人 他其实很想做很多事情 但他缺乏正确的资讯 缺乏正确的资源 那这是我们真正想要带给他们的 我们认为就服务其实不分年龄 不分专业 只要你有这样子有心的话 你只要去专进你的想法 专进你的能力 其实都能够做得到 这场由车商主办的 公益梦想家活动 向大学校园广发邀请帖 邀集大学生 针对关怀弱势族群的公益活动 企划提案 执行经费则由车商补助 学生的热情有了企业的力量 添加燃料 希望能把光亮温暖 造福到更远的角落 学生们 平常就很有爱心 也很有创意跟活力 那我们企业可不可以结合大学 一起来做一些公益 那如果说包括 因为像学生 他可能比较欠缺的就是经费 经费来源 那我们比较欠缺的就是 人力跟一些创意 所以如果结合起来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 同学们发挥他们的创意 那也用他们仅有的一些资源 把这个他们的关怀跟爱心 然后散播到整个台湾的各个角落去 我觉得是特别让我们能够 觉得说非常感动的一个部分 成功不是打败多少人 而是帮助多少人 公益其实是事事可行 事事可为 人人可做 帮助别人也不用等到长大 不用等到富裕 因为不用等到富裕才助人 事先去助人才知道富裕 不只北一大的偏向一诊 参与公益的大学 从北到南 从益检到客府 从外籍移工到看护的语言教学 都能看见学生们的热忱与活力 就其中有服务到一位长者 就是我们 其实我是连续两年了 所以我去看了那位长者之后 隔一年那个长者在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依然对我们有印象 其实这是最感动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带给他们 只有片刻的环游 可是他却把这个当成他永远的回忆 就是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回忆 青春确实应该挥霍在美好的事物上 对这一群大学生来说 最美好的事就是看见自己的力量 在台湾的偏远乡镇 已经出现美好的改变 做公益 人人可做 事事可为 更不分年龄 相信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美好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给你